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SDM32一趟培训的第二讲,TCP IP协议站的介绍。 谈到TCP IP协议站,我们可能对某些协议比较熟悉,比如在网页数据,也就是超文本数据的传输,我们所用到的HTTP协议,还有为HTTP协议提供服务的TCP协议,包括IP协议,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 但是对于某一些协议其实非常的有用,但我们知道的可能并不是很清楚,比如ARP协议,又比如DHCP协议,还有DNS协议等等。 在这一篇的内容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许多非常重要,但是可能以前我们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的协议。 我们在以前提到过,TCP IP协议是有一个五层的结构,从顶到下,由上往下,分别是应用层,传输层,网基层,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 物理层呢,我们这里并没有画,没有画出来。 在我们上一讲的讲座中呢,其实物理层对于以太网来讲就是Fy。 我们现在呢,从上往下,再把上面的四层进行详细的介绍。 第一个是应用层。 应用层本身呢,可以说是用户的真正应用的接口。 我们用户所大多数写的程序都是在这一层中的。 这一层中呢,其实本身也包含了非常针对于不同种应用,已经有了非常多种的一种协议。 比如HTTP协议,FTP协议,DNS协议,包括邮箱中的SMTP啊,POP3这种协议都在这一级上。 然后呢,当然应用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用户自己开发程序,用自己的协议来做的。 就是自己开发一个协议,让自己在自己的协议上去写应用,这也是可以的。 在应用层之下呢,真正负责数据传输中,我们提供了两种数据传输的方式,在TCPIP协议中。 一种呢,是TCP,一种是UDP。 在后面的部分,我们会对这两种协议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现在我们需要明白的是,TCP和UDP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TCP是确保传输的数据的可靠性的。 而UDP是没有的。 在传输层之下呢,是网继层。 网继层其实是比较出名的一种协议。 很多真正的网络管理,网络设备都是在这一层中的。 比如路由器啊,交换机等等,一般都是网继层设备。 网继层主要呢,就是IP层协议。 这一层主要负责的数据兼真正的一个网继通信。 这一层也是不确保数据的可靠性的。 因此,如果说用户在使希望我们能够进行数据,保证数据可靠性的情况下进行数据传输的话, 你只能在传输层上进行数据的传输,使用TCP,或者是在应用层上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在网继层之下呢,就是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路层呢,其实是依靠于物理设备的支持来进行数据传输的。 在以太网中呢,其实就是依靠FY的帮助进行物理数据的传输。 而在以太网中呢,我们的数据链路层其实就是MAC控制器。 在SDM32内部呢,已经集成了这个MAC控制器。 在我们今天的讲座中呢,主要设计的其实是上面的三层,应用层,传输层和网继层。 但数据链路层中会有一定的设计,也就是我们下面会介绍的一个ARP协议。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TCP IP协议站的一个封装形式。 我们现在呢,这里是以一个TFTP协议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从单开定协议ON的TCP IP模型来看,TCP IP是一个分层分的非常清晰的一个模型结构。 因此呢,在用户层上来讲,它是不用关心下面的每一层需要做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你IP层做了什么,也不需要关心以太网,也就是数据链路和范层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只需要在上层应用中,通过调用某些应用接口的协议的一些标准来实现你自己的应用设计。 我们这里呢,讲的是TFTP协议。 TFTP协议呢,是一种小型文件系统传输的方式。 这种协议本身呢,是基于UDP来设计的。 这种协议已经很完善了。 我们在很多软件上,比如大型的像Linux,Windows,还有很多小型的一些LWIP和嵌入式的一些TTPIP协议站的实现中呢,都有TFTP的一些这个TFTP的例子。 我们这里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当我想用我的用户数据,也就是这里的UserDate。 通过TFTP将其发送的时候,TFTP协议站会自动的添加一个TFTPheader。 TFTP呢,是调用了UDP来进行数据传输的。 所以,当它调用UDP函数的时候,它又会加入一个UDP的header。 UDP之下呢,是IP层。 IP层呢,会加入一个IP的header。 同时,IP层再往下层,其实就是一个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的问题。 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会加入真正的一个以太网的header,同时还加入一个以太网的trailer。 大家记住一下就是,在TCPIP协议站的软件部分,也就是应用层,传输层和网际层都是只加投包的。 但只有在数据链路层这一集,会添加一个投包,还会添加一个尾包。 我们今天呢,介绍的主要几种协议分别有,在网际层中的IP协议,还有传输层中的UDP协议和TCP协议。 同时呢,我们还会介绍两种ARP协议和ICMP协议。 还有的是,我们会介绍一些DHCP协议的内容,还有DNS协议的内容。 下面呢,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ARP协议。 ARP协议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网际通讯的时候,就是网际层,IP层的时候,进行通讯的时候,我们采用的都是IP地址。 大家会打开我们每一台电脑的一些网关的一些设置,大家都可以发现每台电脑都有一个IP地址。 但是我们在上一讲中,讲的物理设计的时候,我们发现,网卡真正进行传输的都是用网卡地址,也就是MAC地址进行传输的。 他们并不知道,并不是依靠IP地址进行传输的。 但是,也就是我们应用程序呢,其实只知道IP地址,而不知道物理地址。 那么,我们需要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IP地址和相应的MAC地址对应起来。 这件事是怎么做的呢? 这就是通过ARP协议来实现的。 ARP协议呢,是处于在TCP IP模型中的一个交界处设置的协议。 即使,就是说,它是在IP层和数据链路层之间的一个协议。 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归入一个IP层或者数据链路层。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 它完成的就是IP层,IP和数据链路层中MAC地址的一个映射。 因此,它就在这两层协议之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ARP协议是需要的。 我们在做一个应用设计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的是IP。 这里我们举一个IP例子,比如是192.168.0.10。 而我们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网卡是针对于MAC地址的。 这里的MAC地址是02,后面全是0。 MAC地址是从来不侦测于IP地址的。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动态的映射。 这个映射关系是IP对MAC。 也就是说这么一个行程,是一个IP和MAC的映射。 而且是IP可以找到MAC,MAC还可以找到IP。 为了更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会采用一个简单的模型, 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介绍一个说明。 我们这里有一块STM32的开发板,还有一个电脑。 STM32的开发板,我们把它设置的IP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静态设置的,也就是说192.168.0.10。 还有一种是由DHCP服务器分配出来的,是192.168.0.x。 而MAC地址呢,是02,后面全是000。 我们这里的这台电脑呢,把它的网段设置于,设置成于我们的这个开发板处于同一个网段。 我们这里的IP呢,是192.168.0.11。 而MAC地址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台戴尔电脑,戴尔8CFBD1。 在后面的很多介绍中呢,我们都将用这个模型,为大家演示一些demo。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呢,是在这个电脑上进行一下查询。 这是ARP查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例子。 首先呢,我点击的是ARP-R。 这是该做什么事情呢? 这件事情呢,是查询一下ARP的缓存。 我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接口也就是192.168.0.1这个接口,这个接口也就是电脑上的缓存。 它分别有三项,而且全部都是静态的ARP连接。 它有192.168.0.255,对应的是一个广播地址。 上面呢,224.0.22和.252,这两个分别对应了两个不同的MAC地址。 这个我们把它称作为ARP缓存。 之所以称作为缓存,就是说缓存实际上是可以被刷新的。 关于ARP具体的实现呢,我们在以后的以太网的TCP IP协议站中的一个高级实现中,高级的设计和实现中会有一更详细的介绍。 现在我们只要了解到这些就可以了。 当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我输入了一个命令,就是pin192.168.0.10。 大家如果熟悉的话,都知道pin某一个IP地址,就是想测一下我这台设备和另一台设备的网线是不是通的。 在我们这里就是以太网是不是通的。 从下面的回复来看,192.168.0.10,也就是我们的以太网,我们的SM326号开发版都给了回应,网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再输入一次ARP-R,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ARP的缓存表增加了一条,192.168.10,它的物理对Mac地址的这条映射就出现了。 大家注意一下,这条映射的类型其实是动态的,动态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刚刚被刷新出来的。 而为什么我们突然间,我的电脑里头就有了这一条ARP映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用在Windows下,或者是Linux下都非常常用的一种网络调数工具,也就是VRShark,对所有的这个,咱看我们的数据流量的一个包,进行一下抓包。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这个时候我的电脑发送了一个广播包, 也就是Broadcast,它发送了一句,谁知道192.168.0.10,请告诉我,请告诉我,192.168.0.1,也就是说,请告诉我自己。 它为什么要发的是广播包呢? 因为它是刚开始,我不知道192.168.0.10在哪里,因此我只能像这一个我所能设计的网段中所有的人都发送这么一个广播包, 你们谁是192.168.0.10,或者谁知道它都可以。 是什么时候它会这样询问呢? 也就是,在我上一次中发送那个PIN的时候,发PIN 192.168.0.10之后,它会查询自己的ARP表, 它发现没有这一个IP地址和Mac地址的对应,因此它就会发出这么一个请求。 然后呢,如果在这个网段中,有这么一个192.168.0.10这台设备, 它会回应电脑说,我就是,我的Mac地址在哪里? 这就是192.168.0.10在这个地方。 紧接着呢,后面就是一些ICMP的一些回应,就是PIN命令之内的回应。 关于ICMP的介绍呢,我们是放在后面的。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两次ARP的一个回应响应,都是由电脑发送的。 它问的是,谁是192.168.0.1,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我们在ARP协议中有个设计,默认的是,它会问一下网关在哪里,它需要找到网关是谁。 但是呢,我们这个模型中,事实上是没有网关的。 我们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网线直连的情况,因此没有网关。 所以这个东西的事实上,它会一直问,但是永远得不到回答。 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的过程。 整个ARP协议中,第一件事情是,当我拿到一个IP地址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它的Mac地址是谁,在哪里。 比如我拿到的IP地址是192.168.10,但我不知道它的Mac地址是什么。 因此,我会问一下,通过ARP的查询,会问一下, 谁知道这个IP地址,也就是192.168.10的Mac地址是哪里。 因此,因为我不知道Mac地址是哪里,所以我发送的是一个广播包, 也就是全一的广播包。 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查询的这个IP地址, 这个拥有这个IP的一个设备,在我的能达到的网关网段之内, 它会回应的,说我的Mac地址是这02.000,就这么多。 这个时候呢,在发送设备者,也就是请求的人, 就是我们这里的电脑中,它会增加一个映射的映射表, 在它的映射表增加一条,也就是这个IP和这个Mac地址形成一个对应。 这个时候,ARP的查询就完成了。 这就是ARP协议中最主要的部分。 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ICMP协议。 ICMP协议呢,实际上也是属于网继层的一个协议, 它并不属于传输层。 它主要的目的呢,它通过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一个发送一个一段的序列, 然后呢,接收一段序列, 然后这两个序列应该是相同的, 就是发送一个序列到某一台设备中, 一台设备呢,再把这个序列发送回来, 我看这个序列是不是相同, 来判断什么呢? 判断网继传输是不是正常的。 同时呢,ICMP还提供了许多的AeroMessage, 也就是错误信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首先再看一下ICMP中最重要的意义。 ICMP呢,这个协议呢, 本身是为了诊断控制。 在IP层去诊断IP层的问题, 包括控制一下IP层的问题。 这个ICMP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诊断。 通过ICMP事实上是可以诊断出很多IP层可能发生了哪些网继传输中的问题。 它无法监测到TCP和UDP的问题, 但是在网继层它只有很多的情况, 它是可以通过AeroMessage, 也就是错误信息来表达出来的。 我们通过SMP必须要学会这一点。 SMP中呢,实际上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交互式的查询信息, 另一部分呢, 就是错误信息。 当然, 这些信息呢, 有些呢, 是可以通过用户自己去发出去的, 也有可能是协议站自己产生的。 发送的呢, 是我们大家最常用的, 就是那种PIN, 就是Courish这种命令, PIN一下, PIN一下, 你PIN一个设备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 你发送一部分的数据, 然后呢, 接收者把这个数据再发送回来, Courish, 这就是用户自己发送的。 还有一种呢, 是协议站自己产生的, 也就是说, 我接受到别人的Courish命令, 只是一种简单的返回。 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IP层, 在发生了某些错误的时候, 它也会打出一条SMP的信息的, 这都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Courish, Courish的意思就是这里头, 比如, 也叫IQ Request, 就是回弦请求, 最简单的就是回弦请求, 我发一个数据, 你回答过来就可以了。 另外, Aerror Message里头, 有非常多的Aerror Message, 我们这里只写了一个PortUnresheable, 就是端口不可打, 但实际上还有很多。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SMP查询Courish, 这里头会包含什么情况。 我们在上一个例子中, 做过了一次Pin 192.168.0.10, 大家看一下它的回复。 在Windows下回复, 最简单来讲, 不加任何选项的情况下, 它有四条, 分别是来自哪里的回复, 字节是多少, 时间是多少, TTL是多少, 我们现在依次把这四项, 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首先, 第一项是来自192.168.0.10的回复。 这一点很多, 我们的应用户中, 其实并不是很关心这一点,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什么呢? 在我们网络通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是来自192.168.0.10的回复。 但是当网络不通的时候, 这里头的回复者就有可能有好几种。 有几种什么几万的可能性呢? 这里头是destination的IP, 也就是目的地的IP。 但如果假设我这个目的地根本就没有, 或者不存在的话, 它有可能会来源于谁呢? 假设我这个简单的设备中, 就是我这个模型的话, 我如果把我的开发板关掉, 或者把开发板断开于网线, 那么这个回复者应该是谁? 是来自于192.168.0.11, 也就是说电脑自己。 电脑自己会告诉你, Destination Unreciable, 目的地不可达。 如果呢, 这个时候我是接了一个路由器往上走, 去PIN一个网关, 去PIN一个地址, 这样这个地址可能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可能会, 这个回复是来自于谁呢? 有可能就会来自你的路由器, 路由器告诉你, 这个路由是无法建立的, 或者这个地址是不可能到达的, 路由出错, 超市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需要关心一下, 第一个回复是由谁来回复的, 如果说大家可以看到, 来自于目的地给了你回复, 那么后面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那说明首先可以排除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网线可能是通的, 但可能是网络状况不大好, 这里头有可能有很其他的原因, 比如是某一个设备的驱动程序的问题, 抑或是某一个设备现在很忙, 它处于什么什么状态, 现在可能在操作系统中出了一些什么故障,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网线不是特别很良好等等, 所以这一点来自哪里的回复, 这是需要强烈重视的一个地方, 第二点是测试自己量, 这里头我们选取的是Windows一般的默认字结书, 也就是32个bytes, 在这里实际上是网上可以调的, 可以调成1000多, 可以2000多, 3000多, 最多的是可以调到8000多的, 这个时候呢, 但是我们以后会提到一点, 在我们目前的一个嵌入数协议站中, 也就是LWIP中呢, 它可能只能Pin的是1460个bytes,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在后面会有个更详细的介绍, 然后这一项是时间, 时间测试是什么呢, 是一个物理层介质从发送到返回的时间, 这个会根据不同网络不同的状况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呢, 首先我们首先要看的第一个是单位, 在Windows系统下中呢, 这个最小的单位就是一毫秒, 因此它无法分辨更短的时间了, 时间小于一毫秒, 同时呢, 这有一个就是Time, 返回多少时间中, 测的是返回时间,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多长时间之后算是超时, 这是可以设置的,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是一秒以后就算超时了, 那么这种情况是有这么几个问题的, 一秒之后有超时的话, 有好几种情况, 首先有可能是你的物理介质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通过WiFi来传的话, WiFi的话, 你很有可能即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传送方式, 你的响应速度也会慢很多, 有可能是几个毫秒, 如果你用一秒的设计, 一秒的超时来做, 它就是超时,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Pin的这个网址在哪里, 如果它的服务器是在国外的, 它可能经过很多层的路由, 这个时间也会很长, 也有可能是超时,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 你这回复是由谁回复的, 到达没有到达对方的地址, 如果到达了对方的地址, 对方的回复是超时,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超时, 如果确实是由物理介质, 或者是传输当时网络的阻力很大, 这是一种情况, 当然也有可能是, 我们的你的设备的驱动程序出了问题, 它的超时一直是很超时, 一直时间很长, 那么就说明, 我们会对设备的网络的驱动程序, 做一些改进, 或者应用程序做一些改进, 最后一项是TTL, 就是Time to Alive, Time to Alive的问题, 主要是说我默认值一般就是255, 但是它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每经过一个路由器可以简易, 这一点的意义在哪里呢, 在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组绒的时候, TTL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ICMP中的出错信息, ICMP的出错信息中呢, 其实有我们这里只列举了四条, 但是远不止这四条, 我们刚才提到过, 我们需要通过ICMP的出错信息, 去分析这个网络的真实问题, 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最常见的两种,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模型中比较常见的两种, 一种是Decination Unreshable, 也就是目的地不可到达, 另外一种就是超时, 超时和目的地不可到达, 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超时的话, 最有可能是别人已经有了回复, 但是只是超了时, 超时的情况有好几种, 可能是网络驱动程序不好, 也有可能是当时的CPU很忙, 也有可能是说你的网线情况不大理想, 但是如果是Decination Unreshable, 那么有可能你的网络根本就没有搭建通, 当然还有其他好几种情况, 这两种呢, Source, Cunch和Redirect, 这种情况都一般是加了路由器台的情况, 大家要把ICMP中所返回你的很多种的AIRRORMessage, 一碰到不同的AIRRORMessage, 你要有可能是不同的情况, 你需要通过这些信息来分析ICMP出作的具体原因, 我们下一项介绍的是DHCP协议, DHCP协议呢, 在它之前有一种跟它功能非常相似的协议, 叫做BootTP, 这两种协议我们可以认为功能是几乎是一致的, 它们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给请给我一个IP地址, 为什么要有这样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我刚才做的一个demo的演示中, 我第一点就提到了, 对我们的开发版来讲, 我可以手动设置它的IP地址, 也可以让一个DHCP的服务器去分配一个IP地址, 那这里我们首先提到的一点是, 在我们以后讲到的UDP和TCP协议中, 这两种协议支持的一种基本的设计模型, 都是一个服务器对客户端的模型,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 也有一些稍微有一定例外的这种的协议, DHCP就是通过UDP的客户端和服务器模型设计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服务我去动态获得一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的分配和管理是由DHCP的Server, 也就是DHCP的服务器来管理的, 而我们如何去在这个协议上满足DHCPServer, 去向DHCPServer请求租用, 大家请注意我用的这个词是租用一个IP地址,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一个DHCP的客户端, 通过这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的交互信息, 我们就可以动态的拿到一个可以使用的IP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先不详细的讨论DHCP协议的具体实现, 因为在后面的UTB设计的具体例子中, 我们会以DHCP为例, 为大家详细的讨论一下DHCP协议, 为什么是这样实现的, 当时我们是以一个更详细的嵌入式协议站LWIP来进行介绍的, 大家可以看到DHCP主要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列上, 第一, 从一个配置好的DHCP服务器中获得一个IP地址, 当然这里我们是基于一个UDP协议站的, 这里呢我们也不怎么介绍BootTP这种协议了, 因为BootTP现在基本上已经被DHCP所取代了, 我们这里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何在我们刚才的那个demo的模型中, 来进行一个DHCP服务器的演示, 在我们的嵌入式协议站中, 也就是LWIP这种协议站中, 它已经实现了一个DHCP的客户端程序, 我们刚才提到过, 真正给我们提供服务器的都是服务器,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电脑上必须设置一个DHCP的服务器, 关于这一点上呢, 有很多软件已经实现了DHCP server的这一套软件,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其中的一种, 也是比较好用的一种, 叫做TFTBD32, 这个软件呢可以开设一个DHCP server,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的那个电脑的网络地址, 目前是192.168.0.11, 我们把它设置成DHCP server, 然后呢, 它会对我们的设备, 也就是SVM32的一个评估版,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能一眼看出是它的评估版呢, 我们的Mac地址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 我们的IMAC地址就是02, 0000, 后面全是0, 给它分配的IP呢是192.168.0.2, 为什么分配的是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对这个DHCP server的设置如下, 它的IP池分配的起始地址是192.168.0.11, 但这个一般都是应该应用给网关的, 最常见的网关, 我们来说其实就是路由器, 然后呢, 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个是掩码, 在我们讲IP地址的时候, 我们会对掩码有个更详细的介绍, 还有一个路由和DNS server, 现在我们都没有设计, 也就是说, 当我给这个新的一个DHCP客户端分配, 请分配IP地址的时候, 我是按着顺序来的, 也就是说现在192.168.0.2, 没有分配, 我就给了它, 但是我们提到过, DHCP是一种租用IP的协议, 也就是说, 什么叫租用呢, 就是租期到了, 我就要还, 一般的DHCP server的这个提供租期的时间是六个小时, 也就是六个小时之后, 我会进行一个DHCP的一个租期的更新, 但是我们现在提供, 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DHCP的这种服务租期到了的时候, 如果你要续租的话, 最有可能给你的IP地址和原来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一旦租期到了, 你原来还是192.168.0.2, 你还想续租的话, 分配的IP地址一般还是这个地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就是为了方便客户端来进行一些处理, 也方便网络更好于管理, 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 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的介绍了, 本篇中为大家最后介绍的一个协议, 就是DNS协议, DNS协议也是一种应用层协议, 这个协议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用了传输成的两种协议, 就是它既是用了UDP协议, 又用了TCP协议, 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应用程序, 也是这样设计的, 我们现在考虑一下DNS协议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浏览期中, 一般敲击的都是一个域名, 也比如说我们敲击的是, 我们想查询ST官网的一些内容, 比如我们想查参考手册, 或者是标准外社库, 还有一些高级复杂的USB协议站, 或者以太网的TCPIP协议站的一些内容, 我们会敲击wwwst.com, 但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真正如何找到这个wwst.com, 都是由路由器通过, 查询ST官方网址的IPT值来得到的,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www.s.com转化成一个IP地址, 但是如果我只记这个IP地址, 当然对我的用户来讲很困难, 因为可能挨了几个数字号码,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协议, 也就是域名解析协议, 把www.s.com转化成一个IP地址, 这个比喻呢, 其实我们可以运用最简单的比喻方式, 也就是一个联系人和电话号码的一个联系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发现两个人电话号码可能非常的相似, 但它俩的名字你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两个域名你很好记, 但是两个IP地址你可能就很难记了, 比如说www.s.com的官方的域名, 其实是8125.196.35, 我相信如果不看到这组数据的话, 能把它完全记住的人并不多, 但是你想记住一个s.com, 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们再看一下DNS的具体实现, DNS的第一个实现就是, 请问哪里是s.com, 然后呢, 它通过一个DNS的服务器来告诉你去,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DNS也是基于UDP和TCP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来制作的, 来设计的一个协议, 我们如何能向谁去询问这个域名的IP地址是哪里呢, 向的是DNS的server, 我们当时还提供的那个TFTPD的3R的软件, 它上面也有个DNS server, 也就是说, 你如果在你自己的开发版或者电脑上有一个DNS的collect, 那么你就可以去向你server询问, 你知不知道sc.com的官网它的IP地址是多少, 如果这个DNS的server知道的话, 它会告诉你,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 你自己的设备中就会知道这个wwwsc.com和这个IP地址是多少, 也就有了这个映射, 有了这个域名和IP的对应, 那么也就是说, 在一个DNS中, 我们也需要一个客户端和一个服务器, 本期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版权声明 本视频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的任何部分, 均属于义法半导体所有。 本视频没有以任何暗示或其他任何方式, 受以对义法半导体的任何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许可。 本视频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准确和可靠的。 但是, 义法半导体不承担任何因使用这些资料所产生的后果, 也不承担因使用本视频和或这些资料, 而导致对第三方的专利或其他权利所造成的侵害的责任。 本视频中所提及的内容如发生变更, 数不另行通知。 未经义法半导体书面明确批准, 义法半导体的产品不得作为生命支持设备或系统的关键部件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